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美国驻中国广州总领事馆会安排面谈 然后根据final action date是否排到来决定是否颁发移民签证 关于排期的其他的具体的问题解释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这一系列里面的其他视频 以及我们写的文章 包括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专栏的文章等等 这里我们再简单解释一下 比如说政府公布的排期日期 相当于中国高考录取的分数线 个人申请的优先日期 相当于个人参加高考的总分 然后你把个人的优先日期和政府公布的排期相对比 然后来决定申请人的绿卡进度 具体来说在2018年底对于出生在中国大陆的申请人来说 EB1杰出人才类别新的排期日期filing date 停留在2017年的10月1号没有变化 EB2类别包括NIW国家利益豁免和雇主支持的PORM 在这里是申请人有硕士以上学位以及工作要求硕士以上学位的EB2的PORM申请 排期日期前进到了2015年的9月8日 对于EB3类别包括需要本科学历的工作以及一些技术工作 排期日期是2015年的12月1日 从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EB1和EB2目前排期比较接近 这个filing date只相差两年左右 在后面我们还会看到final action date 就是决定绿卡是否批准的日期只相差一年左右 而EB1A的难度往往会比EB2 NIW要高很多 EB1B则需要雇主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结说早办NIW有以下至少三点好处 第一申请可以早提交早放心 比如说一位申请人尤其是理工科的科研人员 如果符合办理EB1A杰出人才的标准 那么它这个背景资质不是一夜之间从天上掉下来的 大家知道呢比如发表四五篇论文 积累几百次引用往往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这位同一位申请人在EB1A申请此前的两年或者更早的时间 就很可能已经符合了NIW的申请标准 如果早两三年就提交NIW申请 那么通过这个NIW国家利益豁免I140申请 拿到绿卡的时间 与过后再申请EB1A拿到绿卡的时间相比 也是前后会比较接近 甚至通过NIW能更早拿到绿卡 同时呢早申请NIW 早得到这个I140批准的消息 申请人呢就可以放心 此后能够拿到美国绿卡 心情会比较轻松 接下来能够集中精力 更多的放在事业发展和其他重要事务方面 第二呢早办理NIW的优点 是可以早提交I485 比如说同一位申请人 如果在NIW批准以后 又办理了EB1的申请 那么可以沿用这个较早的优先日期 就是他此前NIW申请的提交日期 同时呢他又可以按照EB1申请来排队 综合下来呢就可以较早的提交I485的申请 早拿到EAD和Advanced Pro有很多便利 关于485的具体更多内容 可以参见我们其他视频 比如说485提交以后 不需要任何其他签证身份 就可以合法留在美国 然后呢还可以用EAD来工作 用Advanced Pro来出国旅行 并且回到美国 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 张博士在2019年1月 提交NIW取得批准 然后呢接下来2020年或者2021年 又提交EB1申请得到批准 李博士呢在2019年1月就申请了EB1A 然后希望能够得到批准 那么我们知道在同样的这个时间 这个EB1A批准要求的条件和难度 都比NIW要高很多 这样算下来呢 两个人张博士和李博士 在绿卡排期里面的位置是一样的 拿到绿卡的时间也基本是一样的 但是呢李博士要有比张博士高很多 强很多的背景 才能够达到这个同样的效果 因为他在2019年1月 张博士提交NIW的同时 他就提交了EB1的申请 那么要批准当然要难一些 同样呢如果李博士在2019年1月 提交的这个EB1A申请没有批准 他必须要等一年过后 再提交EB1才得到批准的话 那么他反而会要排到张博士后面 更早更晚的才拿到这个绿卡 那么接下来呢 早申请NIW的第三个优点呢 是能够早获批I485 在申请的初期呢 很多人关注的是 我什么时候能够提交485 但是呢如上面提到 这个国务院公布的排期系统有两套 在申请提交以后呢 485提交以后 要等到Final Action Date排到了 才有可能485得到批准 对于EB1类别 在2018年底 这个Final Action Date的排期 还指到2016年9月1号 对于EB2类别呢 排期这个Final Action Date 是2015年7月1号 和前面的EB1只相差一年左右 对EB3类别呢 排期是2015年6月8号 这说明什么呢 如果一直为了积累条件而等待 只办理EB1 那么从I140申请提交 到I485得到批准 也需要两年多的时间 如果在此前已经提交了 NIW申请 有较早的优先日期 那么基于这个NIW提交 得到的较早的Priority Date 申请人不但能够较早提交485 而且还能够让485较早的取得批准 其他具体的内容呢 可以参见我们书面文章的详细分析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呢 比如说过于买房子 有一个故事说呢 美国老太太早贷款买房 住进去以后呢 一生住在里面慢慢还贷款 中国老太太呢 攒一辈子钱 到临终前买了房子 住进去两天 那么申请绿卡呢 有类似的情况 如果说呢 有的人啊 连续多年和别人合租 一心攒钱 说要一步到位 我要买一个在硅谷的 300万美元的住房 而不是根据自己当前的情况 和需求来买房 大家一定呢 会认为这个人比较偏执 那么同样一个人 如果连续等待 好几年的EBYA机会 而不是先根据 自身情况 来提交 容易批准的NIW 那么这个是明智的选择吗 关于NIW的更多信息呢 请参见我们的微信 和专栏的其他的文章 关于每个月的排期 和申请动向 我们会给大家提供 更多的后续信息 同时呢 也可以参照 我们YouTube频道的 众多视频 好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这个讲座的主题是 2018年底 绿卡排期和策略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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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